其实目前我们银行的分类 主要就是村镇银行 城市银行 股份制银行 国有银行 目前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 就是影子银行 就所谓的票据银行 我们通过分析银行的情况 我们就知道 目前银行烂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钱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保证 在目前查到的 所有的信息都说银行好的 没有说银行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根据公开媒体报道信息 来判断这个银行的好坏 但是我们有爆料 我们也有实际的案例 所以说我们根据大概的情况 可以判断一下 刚才说的几种银行 分别有什么情况 村镇银行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它就是很多铝益 就是由蔡和尚控制的铝益 它实际上就是白手套下面控制的小手套 我们不需要看其他的 我们看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安徽村镇银行爆雷 我们就知道 村镇银行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的 资本金的问题 股东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他们也很赞 他们应该几乎是 资产资产最差的一批银行 肯定会出问题的 城市银行 主要是各级政府的银行 这个也是爆雷了 你像尊义稻桥 它的强行展期 实际上就是展期给贵州银行和贵阳银行 就他们自己人 就是我们一家的 大展期给了二了 就这种意思 他们一定也是爆雷的 然后还有股份制银行 像肖建华的明天系 卢志强的范海系 谢志坤的中职系 这些银行都是有问题 股份制银行的毛病也是一大堆 那都是被吸血 什么乱七八糟的 全部弄走了 目前上面三种银行都已经烂了 下面这个银行 基本还是好的了 就是国有大行 像六大行什么的 谁知道现在又出来这两条信息 让六大行去兜底地方债 那说明这个也完蛋了 一定也会爆雷的 后面说那个影子银行 那就是王岐山的各种大马仔 还有中国白手套的银行 你像包商银行和盛金银行的爆雷 大家也都看到了 所以说你这样算下来 包括村镇银行 包括城市银行 包括股份制银行 包括国有银行 包括引入银行 没有一个好的 中国的银行系统 现在是烂到根了